教授不斷在一旁喊著名字 預防傷者失血昏迷 台東縣岩平鄉紅葉部落 20號深夜傳出槍響 91年次胡姓族人原本要跟父親 一起上山打獵 但田莊火藥時疑似強制走火 霧疾自己的左腹部 根據警方初步調查 族人所使用的自製獵槍 疑似沒有保險裝置 才導致這起意外 由於未申請獵槍證 未來將處以行政罰則 但所幸傷者送醫治療 已沒有生命危險 但這起意外事件 也讓原住民狩獵安全議題 再次浮上了檯面